大家好 我是李宜 目前在我身後是今天剛剛發表的 保時捷的718 Cayman GT4 以及718 Spyder 其實這兩台車的定位來說 你很明顯地去感受到 Cayman GT4 它整個是採取一個比較競技化的設計手法 至於在718 Spyder 的部分呢 它則是走一個比較均衡的設計 所以兩台車的感覺呢我想 也是針對不同訴求的人來做設計的 但是呢其實他們核心的心臟以及他們的底盤系統 都是使用的一模一樣的規格 他們都搭載了水平對臥自然進氣引擎 另外也同時都搭載了手排的變速箱 它並沒有 PDK 變速箱的選項 所以呢其實它在性能表現部分呢 最大馬力同樣都可以輸出 420 匹 而峰值扭力呢也是落在 420 牛頓米 另外在 0 到 100 的表現方面呢也是一模一樣 都能夠在 4.4 秒以內完成 0 到 100 的加速 另外在極速的部分就有一些些的差異 在 Spyder 車型上面呢 它是 301 公里 至於在 Cayman GT4 車型上面呢 它則是 304 公里 如果我們就外型的設計上面 第一個它們的車格不太一樣 可是如果你往下面看一點點的話 你會發現它們同樣都搭載了 新世代的設計與會 另外呢在空力的部分 也搭配了非常多的東西來輔助它 取得更加的下壓力 第一個呢它的進氣面積大 而且總共有 4 個部分 另外在下老流的部分 其實我蠻訝異的是在於 它的下老流的護板 它設計得非常的簡單 可是跟過往舊世代的車型相比呢 它的整個下壓力的表現 另外在風阻係數的表現上面呢 都好像不少 這個部分當然也包含在車尾的部分 在 Spyder 車型部分 它搭載一個可自動開啟的老流的尾翼 而在 GT4 車型上面呢 它則是搭載一個固定式的尾翼 另外呢在下方呢 有另外一組的小尾翼 去輔助它車尾下壓力的表現 如果你今天這樣視線轉移到車側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發現的是 它的旅軒組非常的大 第二個則是 它的車身是非常的低 剎車系統呢 採用了前六後式的火災 另外你還有陶磁碳纖維的選項 所以我想在整個自動性能上面的話 只要你有需求 你有想法的話 這個部分應該都可以滿足你 而如果我們今天看到內裝的話 尤其在 GT4 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它採用了非常多競技化的氛圍 另外在近日的展車上面呢 它也選備上的Club Sport 套件 不論是在座椅的材質 另外在座椅的設定上面呢 都更有賽道運動化的感受 另外在前方呢 我們一樣可以看到它的 保時機的通訊管理系統 透過這個系統呢 其實你可以完成 關於視聽娛樂 關於你車輛操控 大部分的事情 都可以直接使用它來做完成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的方便的 當然是六速的手排變速箱 這個是剛剛提到的 而 GT 化的運動化的方向盤設定呢 我想也是這次的一個賣點 當然如果我們去縱觀它整個 車子關於性能的理念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現它使用上 非常多電子控制的東西 而保時機在這一塊已經發展很久 而且是發展得很不錯 所以呢 包含像是電子車身穩定系統啊 它們等等的一些 所有東西在整合起來 其實當你開著這台車上賽道 或者說當你在開這台車的時候 它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事先幫你把訊號整合起來 讓車輛做出最適宜的反應 我認為呢這個是保時捷在這一個 新世代車型上面做的非常好的部分 而另外呢我想這也是讓 整個駕駛的門檻降低的一個方式 讓更多人可以體驗到 關於保時捷的操控魅力 最後關於建議售價呢 其實在718 Spyder車型上面是469萬 而在718 Cayman GT4 車型上面則是491萬 那當然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持續為大家帶來更多的報導 掰掰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